斗霄李沁主演的《海上繁花》中 蒋靖在女儿大婚之前 意外接听到犀利打给林向远的电话 得知了他们跟余总的勾当 这才发现女婿原来是个坏人 蒋靖有意打电话给女儿 提醒她不要跟林向远结婚了 可是文时已晚 蒋帆绿在电话里告诉父亲 他跟林向远已经领过结婚证了 蒋靖指责打落门牙艳渡里 因为木已成舟了 女儿还怀了林向远的孩子 蒋靖关起门来训斥林向远没有道德底线 说林向远一箭三雕 把雷宇峥送进大牢 同时抬高了自己 成为宇天总裁 还让他把宝贝女儿搭进去了 很少会听到父亲对女儿的结婚祝福是这样的 一直希望女儿能嫁一个疼她爱她的好男人 可是爸爸要告诫的是 女儿要学会保护自己 凡事要多留个心眼 有什么委屈就跟爸爸说 爸爸给她撑腰 女婿敬酒 老丈人却送她一句话 水满则易 月满则亏 珍惜现在所得到的 凡事多给人留余地 否则迟早得不偿失 在这种情况下 林向远之前期待的那种 风风光光的婚礼取消了 她之前可是兴高采烈 挨个都通知过了的 这让林向远感觉很扫兴 在亲戚朋友面前也很没面子 过年时 蒋帆绿不跟她回老家 林向远就说自己一个人回去 结果是有家不能回 感觉对不起母亲 就去喝闷酒 然后去酒店开房住了几天 林向远想不到 顺手装入裤兜的这张酒店开房 发票给她惹麻烦了 保姆洗衣服时 掏出了这张发票 不知道林总还要不要 就交给了女主人 蒋帆绿看到开房日期 就知道林向远春节回老家 这事是假的了 原来她一直待在上海 等林向远回到家中 蒋帆绿说她三更半夜 还在外面鬼混 林向远可不承认鬼混 说有个工作饭局被拖住了 蒋帆绿拿出那张 酒店开房的发票 说林向远都这个时候了 还睁着眼睛说瞎话 过年在酒店开的房 感觉特不错吧 哭着喊着要回家过年 她还以为林向远有多孝顺呢 她可真行 林向远拿着这张发票看了看 然后将其丢落 承认自己过年没有回家 没等林向远解释 蒋帆绿说今天下午她都看到了 光天化日之下 她跟一个女人拉拉扯扯 背地里还不知道 干了多少不要脸的事 听出来 蒋帆绿在说李孟男 林向远让她说话放尊重点 蒋帆绿看林向远生气了 问她不会针对这个狐狸精动情了吧 这时蒋进穿着睡衣走了过来 问他们闹够了没有 家门不幸 丢人现眼 蒋帆绿告诉父亲 林向远干出这种事 这日子没法过了 林向远告诉蒋帆绿 他可以处心己虑地给他难堪 也可以往他身上泼脏水 但别侮辱他的朋友好吗 李孟男只是他的老乡 蒋进问林向远 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林向远就如实讲了这两天的事情 蒋帆绿才不相信他呢 林向远告诉岳父 蒋帆绿平时怎么耍脾气都可以 他能忍则忍 但是他捏造这种事情 来逼迫他离婚 而且还拿他的朋友来开玩笑 人家是无辜的 老爷子要给他主持公道啊 蒋进觉得女婿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不他们都先冷静冷静 等林向远走开后 蒋进问女儿 他是不是真的误会了林向远呀 八个月后 雷宇征出狱 梁队长把他送出门 说他这里的大门可是一直敞开的 但是希望雷宇征再也不要回来 雷宇征觉得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就没叫人来接 他提着一个小包裹 从江堪看守所里出门 此时的老雷总正在院子里看相册 终于认出婉华了 段叔在逗老雷总开心 老雷总却让他去接见婉华 段叔没办法 值得走到院落门口 却意外看到了雷宇征 段叔激动得赶紧开门 说这真是父子怜心啊 孩子啊 他可回来了 真是想死段叔了 看到坐在轮椅上的父亲 雷宇征泪流满面 雷宇征心中的郁闷去酒吧买醉 杜小苏跟了他一路 看到雷宇征在酒吧里已经喝的不少了 杜小苏走过去要拉他离开 雷宇征让他放手 杜小苏说他刚回来 本来想说刚出狱的 怕刺激到他就突然改口 可是雷宇征还是很敏感的 问他刚才其实想说什么 嫌监狱这个词不好听 在照顾他的感受是吗 雷宇征说讨厌杜小苏 讨厌他现在看着他的目光 这算什么 是同情还是可怜 杜小苏说他只是在关心他 因为在他心里 他还是以前那个雷宇征 雷宇征问 他是圣母转世吗 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 杜小苏拿起酒瓶要一饮而尽 想陪他一起疯 雷宇征挥手将酒瓶打落在地 问他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他这样做是为了他好 因为他是个摔星 谁接近他谁就会倒霉 之前是郑荣 现在是他爸 看着杜小苏还要坚持跟他一起走 雷宇征站起来摔碎酒杯 然后逼近杜小苏 问他害怕了吗 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雷宇征 他现在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雷宇征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他当众吻了杜小苏 沉迷在黑色漩涡的那张眼睛 绽放出最悲伤的美丽 老雷总已经痴呆 不认识雷宇征了 但他认识棉花糖 晚上睡觉要看到棉花糖才能安眠 段书告诉雷宇征 老雷总所说的棉花糖就是杜小苏 这些天都是杜小姐在伺候老雷总 大晚上 老雷总总是反复观看时事新闻 就是不睡觉 雷宇征谎称要开会 父亲才将电视机关闭 杜小苏来了 安置老雷总入睡 老雷总却将杜小苏的手 放在儿子的手上 问他俩什么时间结的婚 怎么能不告诉他呢 听到雷宇征说还没结婚呢 老雷总很不高兴 说要尽快 别把这么好的儿媳妇给弄丢了 雷宇征和杜小苏一起包饺子 杜小苏想不到他一个大老总 还会赶皮包饺子 雷宇征说这都是跟少爷学的 那时候他爸特别爱吃饺子 小苏以后别叫他老总了 他只想陪在父亲身边 安安心心地把父亲的病治好 做个孝顺儿子 林向远却驱车前来 很无礼地进门 雷宇征看到后 跟他走到门外单聊 让他赶紧走 林向远说 雷宇征这待客之道 让他都后悔来道歉了 雷宇征可别忘了 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雷宇征现在还想跟他争吗 雷宇征朝林向远狠狠打出一拳 雷宇征送走了林向远 回到屋里就让杜小苏先回去吧 杜小苏正在给老雷总吹饺子 怕烫了他的嘴 听到这话 就笑着说雷宇征太坏了 他辛辛苦苦把饺子做好了 现在连一口汤都没有喝 他就要轰他走吗 老雷总让棉花糖别理他 他们吃饺子 雷宇征很严肃地说 谢谢这段时间他来帮他爸 但是现在这个家里已经不需要他了 杜小苏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就打去他真是雷真雨啊 这起一阵是一阵的 老雷总骂雷宇征 要他走 滚吧 棉花糖不能走 雷宇征却拉起杜小苏的手 将他推到门外 说杜小苏今天必须走 杜小苏实在敲不开门 就说把药放在门口了 别忘了给老雷总吃 他明天再来看他们 听到杜小苏的脚步声远去 雷宇征才打开门 捡起门口那两盒药拿在手里 眼睛却朝杜小苏走开的方向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